国庆焰火在虎伟科技大学周边 释放就已经吸引满满的观众 拿着手机争相录影欣赏 释放焰火已经很震撼 当天其实还会搭配交响乐团 现场演出伴奏 视觉听觉将会更不一样 在歌剧威廉泰尔续曲的衬托之下 璀璨焰火陆续升空 今年将会有云林特制的焰火弹 呈现七彩翔云 同时启用浮空投影的效果 加上四百台无人机的展演 无论是双十logo 妈祖Q版神像 或是国旗台湾 将有三万发焰火弹陆续绽放 而且比起过去四十分钟左右的演出 今年还加长了一分钟 四十一分钟在近六年来当中 它是时间是最长的 多的部分就是在我们 主曲相关的一个安排 还有这个发速上的一个调配 焰火将在云林虎尾高铁特定区内登场 由于幅员广大 民众最担心的是周边车流 人流疏散的问题 县府预估现场将涌入一万辆车次 云林警方对此严阵以待 力拼在五夜十二点之前完成疏散 三例情文 廖宜德 张玉坤 云林报道